人这一生中,在达成自己梦想的路上,总是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还有旁人肆无忌惮的嘲讽,但这些都只是前进路上的阻力,只有努力克服才能迎来幸福。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丽精这个名字,显为人知的是,早些年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双性人,也就是雌雄同体,而这种先天缺陷可以说让他吃尽了苦头。 丽精原名吴忠明,出生于1962年,而在他出生之前,吴爸和吴妈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这四个孩子有三个很小就去世了,唯独留下一个女孩。 所以在怀着丽精的时候,吴爸和吴妈抱着一丝期待,希望这是个儿子,将来能够给吴家传宗接代。 然而命运给这家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丽精出生后,吴爸和吴妈很期待地看着护士,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结果护士手里抱着孩子迟迟不语。 这当然不是护士不懂事,而是他手中的孩子有两种性别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双性人。 这令吴氏夫妇不知所措,而一直想要儿子的他们,最终决定把他当儿子养。 吴爸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对儿子的教育极其严厉,希望这个孩子能子成父业。 但不幸的是,丽精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却没有一个为他疗伤的母亲。 当时他们的家境还算不错,父亲在外拼事业,转来了富裕的生活条件。 吴妈天天拉着一帮富太太玩乐,忽略了对儿子的关心。 丽精就在父亲的高压值中长大,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娘。 这种性格让他更不受父亲喜欢。 上学以后,他变得更加痛苦。 他的心理更像女孩,却需要去男厕所,男浴室。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痛苦也与日俱增。 他开始逃避,逃避自己讨厌的一切。 他一个人去厕所,一个人去洗澡。 而在同学眼里,他成了一个另类。 再加上父亲的殷切希望,最终无法忍受痛苦的他。 在十九岁那年,试图轻生,想要和糟糕的人生说再见。 好在被家人发现及时被救了回来。 从医院出来之后,吴爸和他有了一次长谈。 他第一次对父亲倾诉了自己的内心,告诉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求。 父亲毕竟是疼孩子的。 所以在丽精说完之后,便同意了丽精的要求。 还拿出一笔钱给他,带着他去一家医院。 在那里,历经完成了人生的蜕变,正式成为了一名女人。 但他后面的路依然很难走。 那时候普通人很难接受变性人,就连亲戚都用异样的眼光瞅他,背后也怯怯私语。 不过他对这些并不在乎。 后来,他凭借着好嗓音,几天的时间就在酒吧赚了几万块钱。 奈何就在越来越好的时候,灾难又把他的生活打回了原形。 他遭遇了车祸,声带因此受损。 说话的时候,嗓子里仿佛塞了一个破螺。 磁性的女众低音就这样被毁掉了。 同时毁掉的还有他刚刚起步的歌唱事业。 好在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女孩的他,内心已经十分强大。 这样的打击尚且可以接受。 觉得既然不能做歌手,那就出去找工作。 伤好了以后,他在夜市找了一个销售的工作, 而且混得还相当不错,甚至成了店里的金牌销售, 一时在小范围内十分有名气。 与此同时,他的优秀也被东森媒体集团旗下东森购物台注意到了, 直接挖他去做电视购物的主持人。 从此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大不一样。 迄今为止,他在东森内部都是一个传奇。 在后背眼里,他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他也是东森内部唯一一个因为业绩太好, 拿到的薪水超越了总裁的人。 历经彻底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其实爱情这两个字, 一直都是他非常渴望的东西。 因为身体特殊的原因, 就格外珍惜爱情。 在夜市工作的时候, 他就遇到过一个男人。 而在他把自己的所有交给对方, 以为能够收获对方的一片真心的时候, 那个男人却卷了他所有的钱跑路了。 从那以后, 他一度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直到功臣名就后, 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了许玉仁。 那时候, 许玉仁还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趁着放假的时候, 做兼职补贴赚一些零花钱, 所以在那条街打工。 尽管这个叫许玉仁的男孩比自己小十四岁, 但历经还是从他身上找到了安全感。 他也曾害怕过男朋友被其他人追走, 不过许玉仁一直很痴情, 从大学毕业到从军归来, 一颗心都在他身上。 但当时的许玉仁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男人。 其实对于他来讲, 人生中的前二十年就是一个折磨, 便早已经把那段岁月埋葬。 可就在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都不会提起那段过去的时候, 却有人替他想起了那段不堪的岁月, 并且企图毁掉他幸福的生活。 2004年, 事业有成的他开始新的挑战, 选择成为一名正经的主持人。 先后主持了《麻辣天后宫》、 《超级偶像》等综艺节目。 语言犀利而又大胆, 直指事情的核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人们开始用综艺天后来形容他, 这个名头可比购物女王大多了。 购物女王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销售, 顶天也就是一个业绩好的销售。 而综艺女王不一样, 算是演艺圈里的人。 奈何人红是非多, 他不堪的过往很快就被人给扒了出来。 一家媒体要挟他, 要把他双信人的身份暴露出来。 当时他瞬间就慌了, 这个事业上的女强人非常害怕失去他爱的男人。 匆忙之间他赶回家中, 摇醒了还在睡闷中的许玉仁, 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过去都交代了, 随后就坐在那里等待狂风咒语。 然而想象中的暴怒并没有到来, 许玉仁不愧是值得他爱的男人。 他看着慌张的丽精, 心疼得不行, 直接把他揽在了怀里, 说那是他的过去, 自己绝对不会在意。 况且因为他为此受过苦, 今后自己会更加爱他, 更安慰他说,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 就当是出一次寻麻疹好了, 发出来之后, 明天会更好。 而且不仅仅老公给予了他支持, 就连婆婆也支持他, 直接对媒体说, 那是他以前的事情, 家里并不介意。 有了老公和婆婆的鼎力支持, 他勇敢地把自己那段不堪的过去公布于众。 本来历经以为自己的主持生涯彻底结束了, 却没想到因为双性人的身份, 他的节目越来越红火。 就连康熙来了的小S遇见他, 也要叫一声姐姐。 不过随着越来越红, 揭露他伤疤的人也越来越多。 2007年, 在金钟奖的颁奖典礼上, 他还是男人时候的名字, 被堂而皇之地写了上去, 这让他又气又急。 当时的他十分不能理解, 为什么自己努力那么久, 电视台还是揪着自己本来的性别不放。 其实他就是太想忘记过去了, 而他又是一个名人, 越避讳什么, 媒体偏偏要提什么, 这样才有曝光度。 另外, 那个给历经做手术的医生, 也出来蹭他的热度。 2009年, 某医学期刊出现了一篇文章, 表示台中一名镇长带儿子来看病, 坚持要做变性手术, 但当时台湾还没通过, 所以转借他到新加坡, 也把男性第二性针喉结割掉。 手术后, 他回到我的诊所, 继续做重诊手术。 随后, 医生的文章被媒体大肆引用, 彻底扒下了历经的遮羞布,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另外, 十分拼命地工作, 导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2007年, 他的脑袋里长了四颗脑瘤, 手术很顺利, 但是其他疾病又接踵而来。 而到了2012年, 他又因为流感病发肾衰竭及肺积水,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病情一度十分危急, 肺部一半都是积水。 医生更是连下了三张病危通知书。 他一共消失了155天, 粉丝们一度以为他已经去世了, 但他愣是坚强地扛了过来, 休养了半年, 就又开始工作了。 对他来讲, 不能工作就如同做饭, 忘了放调味剂, 生活会过得索然无味。 而且在住院的时候, 他就曾企图偷偷溜掉去工作。 或许, 这正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如今历经又有了新的挑战, 他想重新追梦, 去当一个歌手。 为此, 他还进行了一次喉咙手术。 现在他已经辞去了在台湾的所有工作, 把重心转移到了内地, 专心做带货直播事业, 还经常和友人在上海聚餐。 已经59岁的他, 看上去依然是那么漂亮。 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 他终于彻底走出了曾经的阴霾。 那段不堪的过去, 已经被他丢进了垃圾桶。 不过前不久, 他却突然对外哭诉, 与老公陷入婚姻危机, 两人因分居两地经常发生争吵。 但就在近日, 他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照片, 并配闻, 没离婚, 别闹了, 历魄婚变传闻。 照片中, 他画着大浓妆, 打扮精致, 宛如贵妇, 皮肤白到发光, 眼角一丝皱纹也没有。 而他坐在镜子边, 让老公拍照的姿势相当霸气。 徐玉仁虽然全程没有露脸, 但他一直贴心满足老婆的拍照需求, 非常细心。 看得出来, 夫妻俩的感情还是非常稳定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段不愿提起的过往, 但还是应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 历经虽然也曾在意过, 不过他在事业中找到了自己, 成功活出了新的人生。 祝福他能和丈夫继续幸福下去, 安享未来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